最後我們看就是說 你今天用的這個S-Mine新制圖 因為我們用的是免費版本 它有付費的 那 重點是你怎麼樣把它匯出為高品質的 高品質的 這個我有寫部落給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你看一下 不管你用哪一個 你在這邊 把它做匯出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是什麼 付費的功能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ProPro 這些就付費功能不能用嘛 那你唯一能夠用的 主要是不是就在這裡 圖片檔案 還有什麼 往下 S-V-G 事實上S-V-G也很好用啊 你知道嗎 S-V-G是我們現在 標準的向量格式 而且focus在支援 我這次沒有講錯是focus在支援 它也可以匯入S-V-G 所以如果你找的圖庫是屬於S-V-G的 就等同像Flash一樣 放大縮小不時針 可以交進去 那 它圖片的話呢 就變png 就變png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的新字組的檔案把它叫出來 有沒有 這邊就是變成png的圖片 可是呢 這樣的方式呢 有個小缺點 如果你的內容不多 那它就輸出小張的 所以解析度就不好 那怎麼辦 變成S-V-G是一種方式 第二個變pdf 那你說奇怪 我剛在這裡匯出的時候pdf好像是pro的 在這裡啊 有沒有發現它是pro的 那我們怎麼匯出 匯出 沒關係 各位win10之後 你們在做列印的時候 應該有發現它有一台印表機吧 叫做pdf印表機 你看我下一步 你找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微軟win10之後就內建一個pdf印表機 當然你去外面找也有免費的程式 可以產生一個虛擬印表機 所以呢你在列印的時候 你就告訴它我要列印 可是我不只是這樣列印 我還想要把它印成大張的 這樣你的解析就是 就是高的 這樣了解了 這個地方 你透過這個方式雖然我沒有用付費的版本 其實以前我有用過付費版 可是後來發現付費功能我大部分都用不到 乾脆就不要付費了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式把它列印成pdf 這樣了解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就只能上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這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圖書館的服務 這位同學 還不錯耶 他竟然把這樣把它貼進來了 在這裡 OK 他如何調整分之間的距離 就是按住ALT 拖曳 因為 如果你平常拖曳的時候它會有一個自動吸附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調整 調整它那個 就是在這邊 這個間距有沒有 按住ALT 我點到它按住ALT 有沒有可以稍微個別 移動一下 按住ALT 對啊 拉開一點點 這邊因為太小了 你可以試看看 應該是按住ALT就可以稍微拉開一點點 這樣OK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今天的上課 影片應該都有錄成功 您可以從哪裡去看 從右手邊 彎頭的右手邊 雲端硬碟 點進去呢 現在除了我現在錄的這一段還沒放上去 其他都已經放上去了 也大部分都產生預覽 這樣OK 好 這樣老師會不會做太多 好了OK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